刘子叶 刘英梅入宫见面 逼迫与她发生关系 命其离开丈夫和麦 刘子叶把刘英梅留在后宫 封她为谢贵嫔 接着又杀了一名宫女 送到和麦府中 用公主的礼仪并恋埋葬 对外谎称刘英梅已经去世 10月21日 刘子叶封谢贵嫔为夫人 令和麦十分气愤 她开始积蓄力量 准备反击 当时山英公主刘楚玉 是皇族第一美人 刘子叶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美人 据宋书记载 刘子叶与自己的姐姐 刘楚玉也有乱伦关系 刘楚玉曾对刘子叶说 我与陛下虽是男女有别 但都是先帝的骨肉 陛下后宫美女 数以万计 而我只有驸马一人 凭什么这么不公平呢 于是刘子叶就赐给刘楚玉 三十面首 面首既为美男子 引申为男宠 刘子叶小哥真是思想前卫 喜欢看现场直播 他令宫中所有的宫女 赤裸裸地在房间里追逐嬉戏 他就在一旁喝着美酒观赏 要是有宫女不听从 那么直接拉出去砍头 这些不过是小场面 刘子叶继位不久 他将首都里所有的王妃和公主 叫到宫里列队站好 大家都不知道小皇帝要干什么 刘子叶一声令下 让宫中的几百个侍卫 对他们侮辱 奸淫 然后他继续在旁边欣赏 这样刘子叶觉得还不过瘾 还想玩个更刺激的 刘子叶把自己的叔叔刘修仁 及其生母杨太妃叫进宫中 把将军刘道龙叫来 当着刘修仁的面 兼淫杨太妃 刘子叶同学依然在一旁仔细观看 并且留意叔叔刘修仁的表情 刘修仁为了保命 自然是老戏骨 在一边笑嘻嘻地陪着刘子叶看现场直播 刘子叶在镇压地方宗室 维护中央集权方面 和他的父亲刘俊一样 有很高的野心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残暴地杀害了许多家族元老 其中包括刘义公 他不仅肢解刘义公的尸体 还将其内脏取出 并将其眼睛浸泡在蜜之中 其名为鬼目宗 这种残忍的行径 令人十分不齿 对于父亲留下的老臣 也没有放过 刘景元的八个儿子 六个弟弟 以及侄子全部被杀 严师伯以及六个儿子 也全部被杀 而告密者沈庆之 也遭到了报复 刘子叶派其侄子 沈幽之 送毒药给他 但沈庆之 并不相信刘子叶 拒绝喝药 最终 被倒向刘子叶的 沈幽之 给捂死 此外 刘子叶 姑姑刘英梅的前夫 何迈 也曾密谋除掉刘子叶 拥立刘子叶的三弟 刘子勋为皇帝 但这个计划 最终失败 何迈被处决 不仅如此 他将叔叔刘玉 刘修仁和刘修佑 从前线召回 囚禁在宫中 殴打和虐待他们 刘子叶甚至将他们 关在竹笼里 把他们当猪一样 拿去过乘 还将三个叔叔 拖到街上 向老百姓炫耀 进而侮辱他们 刘子叶尤其喜欢折磨 最胖的叔叔刘玉 给他贴上猪王的标签 并将他像猪一样 放在泥泞的坑里 用木槽 喂猪时 逼迫他像猪一样生活 每次看到刘玉 这样屈辱的时候 刘子叶都会哈哈大笑 刘玉非常愤怒 和痛苦 开始反击 这使刘子叶更加的愤怒 准备将他杀死 最终刘玉 被像猪一样捆绑起来 四肢绑在竹竿上 被抬进御膳房 准备下锅 刘玉的弟弟刘修仁 刚好从竹笼里 出来放风 看到刘子叶在讨论 杀猪的事情 刘修仁连忙跑过去 对刘子叶说 今天不能杀猪 我们应该等到 皇太子出生的时候再杀 这样更好 大家都能一起庆祝 刘玉曾多次处于危险之中 靠刘修仁装风卖傻 逢迎刘子叶 才得以幸存 之前我们提到 何迈想要推举刘子叶的弟弟 刘子勋起义 何迈被杀后 刘子叶准备刺死刘子勋 当时刘子勋才十岁 他手下的人不愿意就这样等死 于是推举刘子勋当皇帝 进行造反 刘子叶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兴奋 因为这为他提供了一个公开 正当的借口来杀戮和玩耍 他准备出发前将三个叔叔 全部杀掉 以永绝后患 刘豫和他的两个弟弟并不傻 他们虽然忍受屈辱 但时刻准备反击 刘豫派遣心腹阮电夫 和李道尔进行公关活动 他们联系了刘子叶的侍卫 受寄之准备暗杀刘子叶 这天机会终于来了 刘子叶喜欢在宫里观看现场直播 如果宫女不顺从 她的变态要求 就会被她斩首 所以刘子叶经常做噩梦 这天梦见自己在竹林堂 有一个女子骂她 你背逆不到 活不到明年小麦成熟的时候 于是刘子叶在宫里找到了一个 和梦中所见女子相似的人 并将其杀死 接着她又做了一个梦 被她杀死的女子向上天控诉她 巫婆说竹林堂里有鬼 这些巫婆可能早就被刘狱的人收买了 巫婆告诉刘子叶去竹林里用剑射鬼 刘子叶想叫人陪同 但被巫婆劝退 说让刘子叶亲自射杀这些鬼才有效果 作为侍卫的兽祭之 得知了这个千斩难逢的机会 刘子叶刚进竹林没多久 兽祭之提着刀向刘子叶冲去 黑漆漆的竹林里 她看起来真的像鬼一样 虽然不是鬼 但她是来取刘子叶性命的 刘子叶本能地向兽祭之射了一箭 随后掉头就跑 最终被兽祭之追上并一刀砍死 刘子叶只当了一年多点的皇帝 去世时只有十七岁 史称废帝 这个示好比其他的更加恶劣 意味着他完全不值得被赞扬 要不说刘宋王朝奇葩 他只能被称为前废帝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后废帝 刘子叶去世后 全国人民都庆祝着这个暴君的离去 大臣们赶紧将刘豫和他的两个弟弟解救出来 刘修仁更是将哥哥扶上了龙翼 拥立他为新的皇帝 史称宋明帝 太皇太后陆惠南力挺刘豫 并认可政变的合法性 他谴责孙子刘子叶的暴行 称他为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暴君 虽然史书中有抹黑刘子叶的成分 但这位皇帝确实是个极端残暴的人 即使刘子叶的亲妈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 有一次皇太后病重 派人去叫刘子叶来探望他 但是刘子叶拒绝了 他说病人之间会有鬼 让人害怕 我不能去 太后非常生气 对侍从说 拿刀来 剖开我的肚子 看看为什么我会生出这样的儿子 ia不忘了 遍 词 词